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浪子回头的喜爱 也表达了这首歌对自己的意义 接着才是重头戏 茄子蛋在文中直接指责了侵权行为 表明了自己态度 希望还原这首歌原本的模样 由于两条微博间隔时间仅有一小时 且内容的关联性很强 所以许多人自然而然地把杨坤对号入座 不过这只是猜测 目前歌手官方仍未作出回应 不过从两篇微博的一些细节中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歌手官宣威博士友在歌名前面茄子蛋 敢如此高调点名原作者 那么已经获得授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发现 茄子蛋提到的这些行为 除了未经授权 还比较模糊之外 其他都与杨坤对不上号 结合第一点分析 茄子蛋这条微博很可能不是针对杨坤 或者歌手节目而发 因为节目还没播出 侵权就无从说起 而有细心的网友指出 这条微博很可能所指令有其人 杨坤只不过是躺枪而已 在3月9日的快乐大本营节目中 彭玉唱 吴嘉诚和吴欣合唱了这首《浪子回头》 不过全程嬉皮笑脸 走音调拍乱唱 完全就是为了搞笑而表演出来的一场闹剧 把一首对志友 对人生发自肺腑的歌 拿来营造娱乐效果 并且据说这次的演唱 是没有经过茄子蛋授权的 快乐大本营 作为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是带有商业性质的 所以在本质上 是属于侵权行为 歌手节目 在版权这个问题上 吃过不少亏 有了这么多次教育之后 相比会比较重视这一点 加上敢在微博中提到原作者 想必做足了工作 而杨坤这次 在歌手节目中 选择了这首歌 从网友们的反应 来看是众望所归 如果能在原作者的授权下 演唱这首歌 相信杨坤 能够给大家带来 一首全新的却步 破坏原本模样的好作品 大家认为呢 可以在留言 评论一下哦